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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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是单纯的把真空地带摘录出来的探讨 你要知道前面那几个七个真空是合在一起的 那他算不算真空地带的东西 这是一个方面 真空地带只是一个点上的不同围城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拿出一个点 我切成了几百个围城给你分析 这就是光阴区真空地带 它只在一个点上发生 它没有失控的发生 有失控的发生 它有次第 从道的本体来探讨的时候 你就很难探讨了 因为物质能量全部发生在真空地带 因为对我们人力来讲 能量是相对于物质来定义的 知道吧 那么如果没有物质能量是不存在的 但是道的本体是什么东西 这个空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超越二元对立 没有能量也没有物质 那道的本体是什么 道的本体你不能聊 因为你用二元对立来探讨本体 比如这是一个点 你按光阴区或者是物质区 或者是波动 只是分析了三个围城 真空区还有四五个围城 没分析 后面还可以往开分 就在真空的这个层面 还可以分析四五个围城 你同样我们五个都正道真空区 境界完全不同 就是不同的层面的真空 对真空逐渐圆满的理解 所以你在真空区 首先你会 你会见到四国阿罗汉 你会见到八地菩萨 那么四国阿罗汉 跟八地菩萨完全不同 但都在真空区待着 但是境界差很多 四国阿罗汉靠灭定来达到一个真空的状态 那八地菩萨的不动地 他的不动地是无心以及空心了 他是没有可动的东西 因为心向虚空所以没办法动 没有可动的东西 我空了没东西可动 我们动是有东西可动 他是没东西可动 阿罗汉的不动是 阿罗汉也是不动 寂灭定 他是靠定力承受 我定住了我不动 那八地菩萨的境界是 我如虚空我没动的东西 两个不动 但全在真空地带的第一层面 那第二层面 你可以看到九地菩萨 可以看到十地菩萨 十地跟九地菩萨的境界完全不同 然后呢 你还可以往后分析 最终说进入法性佛的境界 最后进入到果位上呢 因为佛果你会圆满到最后 佛果是在人道上 你就又从这一块回到人道 来探讨佛果的圆满 你不是在本体这一块探讨果位的圆满 在本体这一块就叫你戒心了 误了 但是如果是佛果 说正道果子是人道的角度 有佛果 在这儿是没有佛果的 明白不 那个果子是在人道吃出来的 所以他要回来普通中心来 撕泻 三生的撕泻 来撕泻在不同的时空 他用能力撕泻在不同的时空 佛果才圆满 你始终是在的人道去理解 你在不断的这一点上探讨到本体的时候 它究竟是什么 它是光 它是声音 它是物质 它是能量 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 你只能这样说 因为它什么也都在这儿 在本体上什么也都在这儿 它既不是能量的也不是物质 但是它什么都是 你说它是什么 你说它在哪儿 这就是我始终举过很多粒 说我们拿起手来 举起这个 我能有一个力量在这儿 一个粒 那我放下这个粒 那粒在哪儿 我有一个一百斤的粒 储存在我的胳膊里吗 现在没有 是吧 但我拿起来的时候 它视线的时候它是有吧 我举起了一百斤 是吧 启用的时候它是存在 放下的时候你告诉我它在哪儿 你能说它在还是不在 你拿一个存在还是不在来定义它吗 你说它是能量还是物质的 你怎么定义它 但是它必须靠圆起来视线 比如说我这个胳膊断了 我无法视线这个道的本体 没有圆起 无法视线这个道的本体 还有呢 这个道的本体在我这个胳膊 要视线出来 我必须配合完备 如果没有这个圆起的配合 我有胳膊也举不起来 就是说这个道的本体要视线 在任何一个区都是靠圆 圆的具足 诸圆的具足 没有圆 我们无法回到本体 明白了吗 这就是佛不度无缘之人 度不了 没缘具足怎么度啊 所以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戒心 不是在真空地带 但是圆满佛果一定要再回来 整个才算圆满 真正的圆满佛果跟戒心是不一样 你在物质区也可以戒心 你跟视线圆满的佛果差很多 佛果的圆满是你视线在不同的围场 却不能视线从你来 这个时候才算圆满 就是说他的境界不可思议 不是我们用智慧如海 以及远远不够行为佛陀的智慧 以及不在我们想象的范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